7月3日,北京新增报告本地确诊病例1例,疑似病例1例,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,治愈出院病例2例。 自6月11日,新发地批发市场发生聚集性疫情以来,北京累计报告本地确诊病例332例,在院323例,治愈出院9例,尚在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29例。 北京已经连续6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,保持在个位数,保持在低位,出院病例数在不断增加,首都疫情防控形势,持续趋稳向好,态势完全可控。